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很多老人或者小孩经常会出现感冒反复发作这样的问题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小心 有可能是肺胃气虚导致的 人体有一种气叫做胃气 它是来源于水谷经微中比较彪悍的这一部分 它专门走行在脉管之外 走行于皮肤和激凑来保卫我们的人体 听名字就知道了,就是保卫人体之气 它就在皮肤上抵御外面的风寒风热 抵御各种各样的邪气 但是如果说你气太虚了 没法形成这种好的保卫的作用 就会导致外面的风寒风热稍微有一点就容易侵犯人体 导致这种感冒的问题出现了 它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平时总是少气懒言 不爱说话,说话听着声音也低,也没有底气 平时活动活动就好出汗,就出一身汗,就要自汗 平时的时候你看蛇的蛇之淡,蛇胎也白 平时总是没劲 喜欢坐着不站着,喜欢躺着不坐着 就不爱运动,比较懒散 如果出现这样的表现 那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种气虚的表现 如果有这样的这种表现,精力比较差的表现 还容易反复感冒 那就可以用一个比较经典的中程药,叫做预屏风颗粒 你既然你身体中的屏障太弱了 我就给你用一个预作的屏缝,把外面这个风给你挡住 那这个药含有三味中药,叫做黄旗,白主和防风 黄旗有比较好的这种意气,顾表,止汗的这样的作用 既能那个叫补气,又能顾护我们肌表 防止外面的邪气清洗,它又能止汗 对于这种一活动就出汗的人,效果也很好 那白竹呢,有比较好的这种意气健脾的功效 那去补气血生化之源,这样的话更好的从根本上来去补气 那防风,听名字呢,是不是有这种防止风邪入侵的作用 它有这种疏风解表的这样的作用 所以说呢,这三味要搭配 对于呢,这样的因气虚导致的总是反复感冒的老人和小孩 都比较合适 那平时的时候,你除了用这个中成药之外 你也可以用这三味药来泡水 一样呢,用六克就可以了 就是黄旗六克,炒白猪又六克 再加上点防风,再用六克 三味药呢,泡水喝 也有比较好的来去补气,顾表的这样的作用 那除了用这个小方法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去用一个艾揪的方法 来去补你的肺气,补你的肺位之气 那怎么用呢 就是找到一个水位叫肺数学 在哪呢,在我们的这个后面这儿呢 有个大锥穴,就一滴头 脖子后面有个最高的骨头 这个骨头下面这个凹陷呢,就是大锥 顺着它呢,往下再摸三节 就一节,两节,三节 找到第三节,是不是就第三胸锥了 第三胸锥往左右旁开1.5寸 大约就是两个手指头的这样的一个宽度 那这个位置呢,就是肺数学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你呢,可以平时的时候 如果是小孩或者老人的话 你可以找两个艾揪盒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给它放到这个后背这个位置 去每天去爱揪一下这个肺数学 坚持去揪,有比较好的这种补气 顾表的这样的作用 对于呢,经常的反复发作的感冒的这样的患者 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作用 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请关注良医学社